有位賴系買家透過了房屋仲介 買了位在台北市一棟大樓的14樓還有頂家 但沒想到就在點交前的3個小時 原本的租客發生墜樓輕生 高端法院因此派定房子為凶宅 花了2330萬買的卻是凶宅 實價登錄滿都滿不住 買家當然要討個公道 移民法請求減少815.5萬嫁金 但賣方認為租客並不是從14樓墜下 也非過世在屋內 不符合凶宅的構成要件 也便說雙方早就點交完成 只是還沒有給鑰匙和所有權狀 堅持意外是發生在點交後 一省法院判定賴性買家敗訴 那買方來說的話 它可以去行使這個瑕疵担保的請求權 比如說要求減少家金 或者是要求截除契約 不過如果說進的法院來說 我們過去的訴訟經驗而言的話 多數是採取所謂減少家金的部分 但峰迴路轉高等法院調查後發現 租客親身前傳了訊息給家人 14樓的書房窗戶也是打開狀態 13樓露台 5樓遮雨棚都有撞擊痕跡 判定14樓為凶宅 判決前賴性買家也已經把房子 轉賣回給房屋公司 因此房屋公司可以請求減少 嫁金650萬 所謂的瑕疵買回是房仲公司 跟買方訂地的一個契約 如果說發生了一些重大的瑕疵 符合房仲公司當初訂立的規範的話 房仲公司就必須要負責買回 凶宅的定義不只有屋內死亡 從房子墜樓或是被事件波及 都有可能被判定 而點焦時間點就是關鍵所在 否則瞬間變凶宅房屋掉價 恐怕沒人願意接受 東正新聞 無財前蕭涵 台北報導 公司人晚間新聞